普里真理图书馆为了落实联合国SDGS永续发展指标的推广 每个月都会以一项指标来作为宣导目标 并且结合会本岛读及手作DIY 让孩子们更认识怎么样做才能够帮助地球永续 我们就是在课程开始之前呢 我们会先去河边就是剪石头 然后我们剪的石头就是每一课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是也是带到我们的课程 就是我的家人超级棒 像这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石头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我们会让它就是像是它会保留一点石头的纹路 就是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可以贴活动眼睛 然后让他的这个石头纹路都留下来这样子 然后回去就可以当一个很漂亮的装饰品 对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 就是把它整颗都涂上去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家人划上去 联合国的永续发展指标不只在环保方面 也包含了方方面面 因此孩子们若是能够与家人关系相处的和谐 也是帮助地球永续尽一份力量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一起来响应 帮助地球永续 那这个礼拜呢做的是性别平等的部分 那透过呢去河边捡石这个石头 然后呢再透过一本很可爱的绘本 让孩子了解家人跟自己之间的关系 还有它的重要性 那最后呢在这个老师的指导之下 也画出自己的家人的这个脸 那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让孩子们更清楚知道呢 虽然这个永续发展指标 看起来好像是很大的一个项目 可是事实上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有连结的 只要我们在家里 好好的把这个家庭的关系营造好 有一个非常甜蜜温暖的一个家庭 这样子也是达成我们的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之一哦 副一长潘一圈肯定普里真理图书馆 响应联合国SDGS每个月一项指标推广 帮助地球永续发展的用心 也希望民众都能够共同来响应 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可以越来越好 记者从为一普里真采访报道